我谢谢你啊 模拟宇宙 本来以为能直接挑战最高难度的蝗灾 结果还没打到第三位面的虫子 就直接被团灭啊 你说气不气 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板娘小薇 今天中午模拟宇宙更新了1.3版本以来 可以说最大也是奖励最多的一个活动 模拟宇宙环与蝗灾 有谁和我一样 特意留了体力和沉浸器准备来刷装备的 结果上来才发现啊 这是活动 不出装备啊 你感心啊 还好这个之后也会变成常驻玩法 小伙伴们可以慢慢干 那这次出了更新新的繁育命图 还更新了大量的新奇物和新事件 好消息就是活动内容非常多 给的奖励也巨多 不容易涨草了 但是坏消息 就是完成了高难度的挑战 低难度的还得再打一遍才能拿奖励 而且一整局的时间也太长了 还好可以中途保存暂时退出啊 那先说一说到目前为止 我发现的一些好玩的点吧 首先就是指定的命图可以合在一起 当激活命图回响了之后啊 再获得另外三个指定命图的祝福 就可以两个叠加 但是目前我发现的只有巡猎和欢愉 还有巡猎加风饶 哎有没有小伙伴还发现了 其他可以叠加的命图呢 欢迎在弹幕或者评论区里分享出来 接下来在交易区找罗斯姑母 可以买祝福 找黑塔可以买奇物 但是要小心大乐透奇物 万一遇到打罐子的游戏 那岂不是直接凉凉 然后就是游戏区 到目前为止 我一共玩了两种游戏 一个是追猪的 一个是敲罐子的 就是可惜啊 每个游戏的目标二 我都没挑战成功 不知道完成之后 能不能给更多的奖励啊 听说用卡斯卡的技能 抓猪效率排第一 可惜我没有测试到 虽然呢可以隐身 但是要抓到所有的铺满 还是有点困难的 尤其是哎怎么会有猪这么能跑 还专门往偏远地去跑的呀 隐阅军的冲锋倒是挺好用的 不管是那个活动 泥头舌乱闯就行了 但是就是容易 让人头晕分不清东南西北 最后活动还有一些隐藏成就 就比如用毁灭命图 刷出来这个征服效果之后 空白再用不是毁灭的角色 进入空白区当中 就可以获得成就 永恒国度的中焉 好了关于本次新活动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我只想说 不愧是曾经众神集结 才能杀死的繁育新神啊 难度果然不一般 那喜欢本期视频的小伙伴们 别忘记点赞收藏 给两个圆圆的硬币 我们下期再见咯拜拜